来共飞起来 热气球嘉年华活动即将展开 面对即将造访的大量观光人潮 县内的店家以及饭店业者 各个是摩泉插长 但在资本温泉的一些业者可就热不起来了 因为资本温泉风景特定区重建计划一案 使得未在规划案的一些店家即将面临拆除的命运 28号上午资本温泉村长带领着业者 由县议员张卓朗陪同到议会向县长黄建廷陈勤 暂缓拆除 在县长与建设处长协调资本温泉业者之后 答应展延三个月 我们现在这期时候就开始了 刚刚六七八 军季到九月上旬都要是很忘记的时间 忘记的时间 划军季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会希望能够照民众的这样的意思 例如说三个月 三个月 本来是六月二十嘛 六月二十 三个月到九月二十 我们县长也是蛮关心我们台东的一些观光众 是蛮举意的为百姓着想 也要感谢我们的县政文通人员 大家对我们温泉的一些不如少不老 真的不错 因为刚好就是暑假期间 这段期间刚好是一个忘记 我看来县长也有发高口 所以说我非常的感谢大家 谢谢 温泉村长廖金珍说 感谢县长这次的法外开恩 借由热气球嘉年华活动所带来的观光人潮 可以做到生意养家糊口 东南新闻陈静雄 先议会报导